字幕提供 OK 好 那經過剛剛我們的練習 實際跑起來射擊的感覺 各位可以發現 在某些地方要變換角度 然後路線 一下大腦沒辦法控制那麼多的訊息 所以就會發現我們的上下半身 有時候會卡卡的無法連貫 甚至有時候會停下來 那其實這就是我們要去加強去訓練的地方 通常都講說上下半身分開訓練 講得很籠統 究竟要怎麼練習 有什麼實質的方式可以幫助呢 我們自己有找到一個不錯的訓練方法 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但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這邊大家評估一下自己的能力 再決定要不要做這個練習 那我們這邊準備就是這個平衡板Balance Board 來協助我們這項訓練 前面我們會放三個靶 距離不會太遠 大概五米就夠了 然後取一個平的地面 因為要讓它滾動 所以要在一個比較平的地面去練習 那我們戶外呢就先用這個戰板來替代 OK 那我們這邊準備了一個PVC管 100mm直徑的後管 然後一個空的木板 然後來做這個訓練 一開始呢找一個比較平的地 方便它滾動去做平衡 那板子呢我們就這樣子先站上去 先讓身體去做平衡 強制我們下半身去做Balance 那這個時候呢 計時器聽聲音 B開始抽槍 前面砰砰兩槍 砰砰兩槍 砰砰兩槍 OK 清除威脅 收槍 藉此去強制我們的大腦 把上下半身分開來去訓練它 那長期訓練對我們的行進肩射擊 角度的變換 然後腳的移動位置 會有一定的幫助 那我們就一起來試試看這個Drill吧 Let's go Shooters ready Ready Stand by Chooters ready Stand by Shooters ready Stand by Shoot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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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你的角度距離都不會太遠 太大 那關於這個器材呢 其實也蠻簡單的 蠻方便的 那如果各位真的要嘗試這樣的練習 我會建議在一個空曠一點的地方 周圍不要有什麼尖銳物或是櫃子 然後地上最好鋪個地毯 可以增加你的這個摩擦性 然後靜音效果也比較好 不會吵到鄰居 那關於平衡板設計的一些小技巧在這邊 我個人覺得啦 上下半身拆開 可以說困難也可以說很簡單 像我們平時邊走路邊滑手機都不是什麼問題嘛 那其實這就是一種上下半身拆開的一個動作 那換到平衡板也一樣 腳就是固定去平衡 那我們手抽槍的動作可能就要比平常更慢更輕柔 然後轉的這個幅度也不能太大 畢竟會有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你往左轉你的下半身就會往右 你上半身往右轉下半身就會往左 所以在變換角度的幅度可能不能太大 當你覺得下半身不穩的時候 上半身先hold住 下半身先去平衡好 平衡好再瞄準再去做射擊 那基本上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啦 OK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那感謝你的觀看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是Cowbay Tactical牛丸戰術小隊 我是Hammer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掰掰 OK 你覺得今天這個練習如何 如何 因為我們平常就在玩滑板 所以這個對我們是比較 不會像初心者那麼困難 但是你的上半身 你的在移動的時候 因為力舉的關係 你手轉 你的腳會跟著轉 所以會有這樣的狀況嗎 你要去hold住你的上下半身的 你動作要更輕一點 動作要更輕一點 畢竟我們玩滑板 上半身不會在那邊做一些奇怪的姿勢 對啊 拿槍的姿勢 這個動作 尤其是轉這個 腳我的腳在動 你的腳就會跟著跑走 沒錯 那你覺得用這個平衡板 來訓練我們上下分開 對行進間移動射擊有幫助嗎 重心的轉換會有影響 我覺得會有差 然後像我們練習的場地 比較是不平穩的地方 所以我們有時候走一走突然彎一下 然後你的磁槍突然彎一下 就跑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有差 會有幫助 畢竟自然地形有不可抗的因素嘛 是啊 然後隨機遇到的路況會不同 我來總結你對這次的訓練 心得感想 我覺得 先如果真的要在家裡練的話 先試著怎樣 空裝備 上身 然後周圍清乾淨 不要有尖銳物 堅硬的物品 再來慢慢這樣做練習 是的 就一般人先拆開來練 先練平衡板 OK了 可能再弄裝備 OK了 可能再配槍 Dry Fire OK了 再來試試看 10彈BB彈 Fire Yeah 很好 好 感謝你的參與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掰掰